Ryand 吉他指南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Ryand 吉他指南 今天我們來開箱的是來自於 Fender 的 Mustang Micro 音箱模擬耳機前輯以及錄音介面 而且他甚至可以作為演出的時候所使用的音箱模擬效果器 CHOBS Data C 音隙 constructor混らせ 商品取得 created 曲直我們 接下來的品顧 hyvä DL&T 音箱模擬衹 風�an orchest Home 給他 音樂 那大家一定都知道 我超愛Fender 那今天我們來看的就是Fender的這一款 Mustane Micro 它是Fender最近所推出的一個很新穎的產品 不要看它這樣子小小一台 其實它的功能非常的強大 它是一台給電吉他所使用的音箱模擬耳機前級 同時兼具錄音介面以及藍牙的音樂播放功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使用方式 那首先是它這個Jack可以自由的轉動 可以讓它輕易的服貼在各種的形狀的琴琴上 然後將旁邊的電源打開 然後插入耳機之後 再把它插入吉他 就可以在耳機中聽到音箱模擬的音色囉 它不需要外接電源或者是其他電線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安靜的練習 那如果你想要把聲音放大的話 你可以把聲音從耳機孔接到音響來做放大 那這一台呢 全部的選項都已經做在控制面板上了 所以操作起來相對簡單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上面的面板 從最左邊開始是各種型號的IR音箱模擬 從Clean Tone到High Gain音箱總數高達12種 那第二個則是可以搭配音箱來做調整的EQ等化器 往右邊按是增加高頻讓聲音比較亮一點 往左邊按則是減少高頻讓聲音變得溫暖一點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則是單顆效果器的模擬 它裡面有很多Delay、Reverb還有Modulation的余設音色 並且利用第四個Modify按鈕來調整這些效果器的量 然後正面這個鈕則是控制我們的中音量 好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看它的聲音 那我現在是利用USB把它接到電腦 將它的聲音錄下 並且使用電腦上的Output來做耳機監聽 如果只是想要接上耳機來練習的話 可以只插耳機孔就好 那在這台上面所有的參數都會以燈號的顏色來做顯示 在網路上以及盒子當中都會有這些燈號所顯示的意義 只要練習一下就會記得所有燈號所代表的意思 那首先我們先在這邊將AMP調整到白色的模式 它模擬的是經典的65 Twin Reverb加上Compressor效果器 然後EQ在白色的狀況下是至中的設定 再把它調亮一點 然後將EQ調成紅色的 是所謂的Spring Reverb 然後將它的量調大一點 然後接下來紅色的燈號是65的Deluxe Reverb 然後接下來紅色燈號是65的Deluxe Reverb Compressor效果 我們可以來開開看一些chorus來玩玩看 Compressor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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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綠色的話是57的Twin Reverb聲音 Compressor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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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可以來開一個雙聲道的Delay來試試看 然後藍色的話是來模擬比較像Vox那種音謠的Tone 我們來聽聽看 接下來黃色的燈號是Deluxe Revert加上Ibanez Two Screamer 的聲音 我們來聽聽看 好 喔 呼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紫色的聲音 是在模擬像是Marshall Plexi 一樣的波音音色 我們來聽聽看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是更破的 比較更現代一點的 破音音箱音色 可以用EQ把它調亮一點 我們來加一點Flanger看看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也是很有名的Bass Breaker音箱 用EQ把它調暗一點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粉紫色的 則是在模擬Flyingman的B-E100 現在下一個了 AQ AQ C 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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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往下是比較接近Metal的領域 我們來聽聽看 調亮一點 接下來下一個是最瘋狂的Metal音色 我們來聽聽看 然後最後一個則是將音箱模擬的染色關掉 就是所謂的DI音色 這樣子你在連接電腦使用的時候 可以更方便的搭配其他Plugin來做使用 而且很多放殼樂手的聲音都是DI tone 我們來聽聽看 加一點chorus的聽聽看 那除了練習以及錄音之外 這個Mustang Micro甚至還能在演出音箱掛掉的時候 來救你一命 只要接待效果器盤的最後面 就可以當作一般的音箱模擬來做使用 好 那以上就是Fender Mustang Micro隨身耳機音箱模擬的開箱 那我覺得這一台的CP值非常的高 小小一台在琴台中也不佔任何的體積 很適合需要簡單、安靜的練琴以及快速錄音的樂手們 就算出門在外 也可以輕鬆獲得經典的Fender、Marshall以及Vox的音箱音色 你最喜歡影片中的哪一個音色設定 或者是哪一首歌呢?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朋友請記得幫我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或是私訊粉專 一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Ryan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